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在休息之前跟董事长请教为什么从学界转到业界来 其实我蛮羡慕的 因为我没你这个guts 所以继续留在学校里面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您有一生的绝技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MicroLED 我自己念书的时候 我到美国开始念书 其实我们就参与了LED行业的一个全新的发展 就是说过去在我念书之前的LED都是作为一个简单的指示型的工具 刚好我参与了整个LED的产业的大爆发 就是说大家开始发现LED有机会作为更重要的照明工具 或者是更下一个时代的一些显示的工具 所以我们就开始了 那只是传统的LED都会被视为是一个比较大的东西 就像以元件来说当然不是非常大 但是它可能就是我们肉眼看得见一颗一颗这样的东西 所以大家会觉得它可以拿来作为显示的背光使用 而不是作为显示本身这个RGB的这个单色的显示的使用 所以有一段时间这个LED其实坦白说很风光 就是说在照明这个过程中其实是还不错的一个产业 那当然也是很可惜的就是说在大陆这个竞争之下 其实下来的速度也非常非常的快 其实坦白说我们当年做这个行业觉得 哇可能有二三十年的熔井 就毕竟一个产业应该是有这个机会 但是很可惜就是它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就比较下来了 这个市场很残酷 对是非常非常残酷 当然我们也觉得这个很多原因了 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的是LCD这个产业 Liquid Crystal Display 那我自己也经历过 我想老师应该也跟我差不多年纪 所以看起来 没有你比我年纪多了 但是我们小时候家里就是一个显示器 就是一个叫做CRT的电视 然后一直设限管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这个电视已经很棒了 没有想到后来当这个叫做LCD Liquid Crystal Display 液晶显示器出来之后 哇对我们的人 这个所有的人类造成了这么大的转变 但是这个技术也一样 就是随着时间的演进 特别是大陆的竞争进来 那也就慢慢进入另外一个洪海市场 对就是他的产业走到相对是比较成熟 比较尽头这样的感觉 当然还没有到尽头 但是他已经比较难再有更多的突破 比较是以价格来做这个竞争 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 严格来说觉得这两个产业 我们其实都觉得很可惜 我自己是以前是光电所的老师 我们觉得光电这个产业怎么变成这样 就学生都不愿意来喔 所以就觉得有一点点这种 也许是这个使命感 我们试试看能不能突破 那刚好也是真的因缘忌讳 有很多的投资人 也谈了很多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就在产业一些朋友的支持下 我们就做了这个事情 怎么做呢 就是把LED做得非常非常的小 然后呢就把它黏在 这个传统的这个显示器的背板上 然后我们用这个方法点亮一个一个的 红蓝绿的点 让它可以变成一个整个的显示萤幕 所以这个就跟我们一个新的显示技术 叫做All LED Organic LED的这个显示器非常非常相似 只是Organic LED是用有机物的做法来做 而我们是用标准的半导体式的LED来做这件事 那这个对于整个显示产业来讲 是一个强心针特别对台湾的显示产业 因为台湾过去也是因为整个产业的比较衰落一点 所以没有机会参与新的OLED的显示技术的投入 所以这个在台湾这个产业是空白 那我们被赋予一个任务叫做弯道超车的任务 就是说好吧那我们就跳带 有人说跳带 就是我跳过这一代的OLED 直接进入下一个世代的显示技术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很小的LED组合过去的LCD的这个背板 组合起来变成一个新的显示器 就叫做Micro LED的显示器 是这样子 是刚刚提到OLED 这个基本上都被三星给把持住了 所以这个的确 所以如果要往更强的这个竞争强度上去走的话 一定要有新的科技 那这些时候呢可能包含像mini 现在比较普及的是mini 那因为Micro到目前为止还是比较相对成本比较高 那价格比较高的状况之下呢 可能在它普及的这个应用上面 恐怕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不过假以时日 我们相信这个Micro LED还是会成为主流 大家都非常兴奋 是 如果喜欢本节目的话 欢迎您订阅DigiTimes 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能在影片下方资讯栏点选连结 前往科技传送门 收看本集的完整节目 电动车新革命 我们下周见